欢迎收看今天新闻吧 我是主播财新盈 新闻首先带您看到的是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 Rosebader Ginsburg 金斯伯格在上周因为癌症辞世 结束了长达27年的大法官生涯 而美国总统川普也表示 下周就会宣布人选 可能会从两名保守派的女性之中 选择一人接替辞世的金斯伯格 而川普口中的女性 包括芝加哥联邦上诉法院法官巴瑞特 以及亚特兰大上诉法院的拉格亚 如果川普果真提名他们其中一人 最高法院将更向右倾 而就让川普有机会把九位大法官 组成的最高法院 变成六比三的保守派占多数局面 而金斯伯格辞世后 最高法院现在仅剩两名女大法官 都是前总统欧巴马提名 川普提名的人选需要经过联邦参议院通过 而川普所属的共和党在参院 长有53对47的多数优势 但并非所有共和党参议员都赞成他这么做 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克林斯表示 最高法院的终身职应该要由11月3日当选的总统来决定 而接下来带您关注的是前总统李登辉辞世享年98岁 他的这一丝告别礼拜19日在淡水整理大学的大礼拜堂巨星 总统蔡英文亲自颁发了包养令 而副总统赖清德也率领五院院长为他覆盖国旗 蔡英文总统是此时表示 有责任要承接起李前总统的成就 持续确立台湾的主体性并发扬台湾的民主与自由 来看看追思会的现场情况 本集会的请不吝点赞 收藏在这些事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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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前总统的家人 各位贵宾 所有在现场或者在线上官礼的朋友 大家好 今天 我们怀着树木的心情 一起来缅怀李登辉前总统 我要代表台湾人民 向李前总统说一声谢谢您 在感念李前总统一声奉献的同时 我们更不能忘记 台湾的前途正掌握在你我的手中 我们有贵任 要紧记 托古改新的理念 持续确立台湾的主体性 深化并发扬台湾的民主和自由 我们也有贵任 在当前的变局中 确立未来的发展战略 然后自信 勇敢地走向世界 我们更有责任 要尽一切可能 来实现身为台湾人的幸福 实现世世代代台湾人民的安居热言 愿李前总统的精神 长存台湾 长伴我们的左右 指引我们的国家和人民 持续走在民主 自由 多元 开放的道路上 并为世界带来贡献 谢谢大家 覆盖国旗 而美国国务院刺勤克拉奇行人上周抵台后 他首先拜会了行政院副院长沈荣金 以及经济部长王美花 接着他前往台北宾馆拜会外交部长吴钊燮 讨论当前的区域民主与局情势等议题 来看现场状况 科兵刺勤克拉奇行人士者高达 部长刚刚有谈什么吗 我觉得下面走 部长请教一下 刚刚卫民有特别聊到伞 就是这样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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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誒 部長剛剛有談什麼嗎 我先進去 我先進去 部長請教一下看看會面有特別聊到產品跟機閹 而拜會王外交部長後柯拉齊也前往行政院 拜会行政院长苏贞昌 苏贞昌在接见时表示 政府对于长期以来 美国对台湾的强劲支持 跟深厚友谊表示感谢 美国是台湾最重要的经贸伙伴 希望未来台美双方能透过 更多政府间的连接与互动 让双方的伙伴关系更加紧密 而克拉奇也在离台前前往 出席顾总统李登辉的追思告别礼拜 下则新闻带你看到的是 泰国曼谷在周末接连两天 由法政大学的学生团体 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运动 示威者涌入位于曼谷大皇宫旁的 皇家田广场 高呼政府下台人民万岁的口号 而他们也将一块金色的圆形牌匾 牵在皇家田广场的地上 牌匾上科友 人民已经表达他们的意志 这个国家是属于民众的不是国王的 而这样的字样呢明显是在挑战王室 泰国自7月以来全国掀起了一片学运浪潮 8月初法政大学学生公布了10点改革王室的声明 由于泰国有严厉的冒犯君主罪 民众很少公开逃入王室 示威者在抗议期间高喊的口号以及诉求 可能已经涉及违反此法 最高可能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而要看警方是否会强制抓人 而对此政府发言人表示呢 警方不会使用暴力 而至于示威者的违法言论 如何处置则会交由警方来判断 而回到国内 但您看到的是新冠疫情又增加了三例案例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日前公布 有6名从台湾返回菲律宾的外籍移工 接在入境菲律宾时检测出阳性 而指挥中心随即启动了6名个案的相关接触者的调查 而发言人专人向日前指出 调查裁检的122位接触者都呈现阴性 来看局者回现场 分别是菲律宾籍的20多岁的男性 跟本国籍的30多岁男性 还有本国籍的10多岁女性 分别从菲律宾缅甸跟日本入境 那504是今年9月17号来台 入境的时候没有症状 那因为目前菲律宾政策制都要在机场裁检 那再到集中检疫所检疫 不过他入境之后第二天开始出现这个喉咙有痰的情形 那在今天确诊目前住院隔离当中 那已经掌握同班机的这个接触者共22人 那集中13人是前后两排的旅客 那目前列居家隔离 另外9人是基主员则是列自我家管理 那贝利宾我大概说明一下目前的背景 目前全国有279000例 那死亡4830人 那他们最近一周平均每天大概有3800例 那还在高峰当中 那另外505这个个案 就是今年2月到缅甸经商 9月17号返国入境的时候也是没有不舒服的症状 但他是说明说他在缅甸当地 曾跟这个有某个确准个案一起用餐 那后来我们再进一步了解 那他的确就是跟案501 还有一起用餐 那这个确准个案是指还有另外一个 就是另外一位确准个案在缅甸确准 所以 这个跟人事 他跟案505跟案501 还有另外一个个案 他们在9月6号有一起用餐 那这三位其实 跟就是案505跟这个确准个案 其实跟案501都不是同公司的 所以我大概把肯定要问问题我都讲完了 那另外就是 所以 他最后就是到机场的检疫人员 有安排裁检 那送集中检疫所 不过我们后来再询问 虽然他一开始在机场之后 回复是说没有症状 但是 后续 后续因为阳性之后 我再跟他询问有什么症状 他是有回想说 9月17号开始就有一些喉咙癢 那18号也出现这个 咳嗽喉咙痛鼻塞的症状 那今天确诊 那目前住院隔离中 那再来是卫生单位目前掌握个案同班机的接触者有18人 那其中13人是前后两台的旅客 那列居家隔离 5人是机主员是自主家人管理 那缅甸目前他们全国有4621例 75人死亡 那昨天是他们最最高的病例数 424例 所以他们缅甸应该是最近的疫情在往上升 那最后要跟报告的是暗506 506是长期旅居日本 那今年8月18号到30号开始出现有喉咙 痛的症状 那9月11号因为要返台奔丧 那入境的时候有咳嗽的症状 在机场安排採检 那採检结果是阴性 那后来因为9月18号 个案没有症状要申请这个外出奔丧 自备採检的时候 验到这个良性确诊 目前住院隔离 那温哥目前暂时匡列接触着艺人 就是他的入境接机的家人 而艺人小鬼日前促使于家中的新闻 震惊演艺圈 他的灵堂的周末对外开放后 亲友和粉丝都纷纷前往悼念 丹妮一起来看 亲朋好友们给他最后的祝福与思念 小鬼日前往的祝福与思念 彼此我绝对这次呈求 到较天第六天的时候 开启这个时候 网女仲和超级 Robin 然后 结婚的时候 他把电话频繁得 完成了 说电话里接着的他 很容易 我们刚刚 王先生 把他的发发 就是说他教育很长 上阶试验诊的理念 我觉得 非常難受的一種 沒有任何酷 所有人都喜歡它 以前喜歡它 這件事 不一定的這種 我覺得真的是非常非常 因為我有一面說 在事發的頂多天 這件事是非常非常非常 我聽說今天天氣有第三 然後我們就 最快一點 然後我們就把它寫了一手 那一手都寫了 那一手都寫了 不能接手 不能接手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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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能接手 所以還厲害 也很遺憾它這個環境很厲害 所以我們慢慢接手 在那邊這樣看 很順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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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覺得你很敬業 然後我覺得也很理解你 因為我從小看你長大到現在 相信你那個內心那塊柔軟的部分 會被大家所看見 我剛好跳過 那一顆星星會在永方守候我 所以今天就很謝謝你了 歡迎陳琳 重新復刻電視當中 這個拖著行李箱 為天秤女神的溫柔呵護的畫面 那舞台前報 讓這個陳琳先定點 讓各位拍拍照 當然我知道這個最近 大家這個心情上面應該都是 非常非常的不好受 陳琳尤尤其是如此 不過我相信陳琳是一個很敬業的人 今天她出席活動 希望把這個場上的活動 給做好做慢 好 所以陳琳要先自拍 自拍完之後 看一下沙龍巴士小哥哥 幫你們拍一張拍立得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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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陳琳在幫大家 送這個小禮物 還有我們的福袋 謝謝 你好 第三位 OK 來,先自拍一下 陳琳剛剛也是這個 自己要求說 那我想跟粉絲自拍 因為她很會 來,沙龍巴士小哥哥 我們稍微蹲低一點 因為後放有媒體 謝謝,辛苦你們了啦 謝謝 小哥哥,你...對 希望大家可以永遠記住他 就是對大家最好 最善良的樣子 加上一個筷子,謝謝 謝謝你們 很小心 加油 小心 小心 不小心 希望大家可以永遠記住他 對大家最好 最善良的樣子 然後我也很謝謝 而且有感覺 很像親生哥哥的哥哥 今天我跟佳穎一起來看他 我們會永遠記住哥哥的好 希望在場的每一位 還有鏡頭前的每一個人 也要記得他的好 千萬不要忘記 剛剛進去有沒有跟他 跟瑋哥說了什麼 我剛剛原本想要進去 跟他講一個冷笑話 因為他應該不想 我們在他面前一直哭 但我不敢講 因為我怕他會罵我 所以我希望他... 我經理還是默默的跟他講 但希望他可以聽到 我想跟他講的笑 我希望我們還會記得彼此 當初最開心的那個樣子 瑋哥有來看我的舞台劇 然後... 因為我以前演戲演得很爛 然後我台詞也記不好 但是我演完的時候 我有問哥哥說 哥哥你覺得我演得好嗎 他說我妹妹 我哥哥以你為榮這樣子 結果我有罵他 對 我說到底在幹嘛 怎麼會這樣 那... 接下來就... 一陣錯氣吧 對 然後我就跟他說 一路好走 對啊 然後... 黃昌森... 我跟他相處的時間 滿長的 尤其是一起工作 那... 他是一個很囉嗦的人 很喜歡講很多的大道理 但這些道理 都化作是無盡的思念 這幾天就一直會讓他當初跟我一起分享的一些點點滴滴 希望說他真的可以一路好走 他其實是一個很細節的人啦 就是說... 只要接觸過他的人就知道 他就是... 很注意細節 比如說他知道你還來宣傳 他會把你把板子拿起來 叫你到前面去講話 趕快去 這樣... 之無此類的 當然這些細節呢... 一般的人可能不會發現 那就是一個做很多細節的人 然後... 但他這樣突然離開 那才會發現出他的好 所以我覺得 大家應該要... 因為這件事情 去看 其實身邊有很多像他這樣子 很努力 很在自己本分上 然後做好自己的事情 然後... 然後很關心身邊的人 然後... 不是... 很急著要告訴大家 他怎麼樣的 這樣子一個 比較低調的角色 他其實是很溫暖的 以上是今天的靜田新聞報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明天再會 這個... 對... 我去找家... 咦... 有的... 再次... 你可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